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叫朱臣豪 他也配姓朱 那称什么呀 就应该称他逆豪 行 朕准了 你说这逆豪还说反就反了 老东西 你还真是料事如神哪 看来朕把江山托付给你还真没挑错人 谢万四爷 万四爷 行了行了 你那些溜须拍满的话留着到江西再说吧 赶路要紧 走 赶路要紧 走了 走了 太后 看 杨明先生没事 可是您忙反了 我说刘锦和娇芳这两个老东西 怎么最近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吉祥 我们被他们骗了 太后 还有一件事 快说 万岁爷带人又出宫了 说是要去江西 估计现在已经搞封台了 原来 他们事先串通好了要害人 他们早知道宁王要反 太后 您有一旨吗 我当然有 驾 驾 参见陛下 怎么回事啊 刘公公 情况有变 这个爷之间被王正万太生亲了 范四爷 怎么了 咱们还是安阳渣寨呢 啊 这怎么可能呢 你侯佣兵十万 怎么会在一夜之间被王阳明生擒了呢 怎么可能 自己问王阳明去 我堂堂威武大将军 带着大队人马敲锣打鼓的出来 结果呢 什么事都没干 怎么有脸回去啊 我不干了 不干了 你们两个商量商量 看谁行 反正我是不干了 我这皇上都不干了 万岁爷 万岁爷 别着急 容奴才想想 焦大人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说 这怎么可能啊 下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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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佣兵十万人马 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被王阳明生擒了呢 生擒 生擒的意思就是说 他还活着 废话 依奴才所见 万岁爷只要派一个可靠的人去给王阳明传个口谕 让王阳明把宁王给 把溺豪给放了 然后呢 再由威武大将军加以剿灭 这不就行了 又这么干的吗 老东西 真有你的 小方 赶快拟址啊 真 这事 刘姐 只有你去 朕才放心 这下惨了 我去见王阳明 告诉他这个搜主意 再加上我火烧圣元峰的事 我刘锦算是肉包的打口回不来了 你们两个还傻乎乎的跪着干嘛呀 赶快去办事啊 嗯 嗯 皇上不可呀 又怎么了 刚才刘公公特别提到要皇上下口谕 就是说呀 就是说呀 放走溺豪之事 不能让外人知道啊 如果皇上下诏书 那不等于被人抓住了把柄吗 说的也有道理 这是一不可 皇上让刘公公去传口谕 王阳明一定会觉得刘公公要和他抢头弓 加上以前的午节 如果王阳明要是意气用事 反而坏了陛下的大事 这是二不可 这三不可 行行行行行行了 这也不可 那也不可 我堂堂威武大将军 来这不就是为了秦反贼建功立业吗 交方要不您去 哎 不许说不可啊 是是是 为臣为臣为 太后驾到 宣口狱的人来了 杰相 这次去 你给我放精力点 如果杨明先生不肯放人 你就不许放 要是放了 他想逃走的话 你就帮他逃走 总之 杨明先生有一分的不好 我就让你有十分的不好 天大的事情 都要让他好好地回来 是 皇上那儿呢 有我在 你没什么可担心的 你告诉杨明先生 让他别想那么多 只要他好好回来就行了 那奴才 就告辞了 你说 这是图的什么呢 驾 怎么说 你做什么事 你没有什么事 我根本来就来 你自己摆 fo 你都去保持 你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我都会做什么事 是 杨铭先生 我死了以后 你下半辈子还有什么事可干呢 我还没认真想过 没有了我 朱侯赵可以肆虎忌惮地收拾 你想过没有 完事以后 我会带到我喜欢的人归影田园 世俗的纷争已经和我无关了 杨铭先生一说到自己的事情 就显得笨拙无敌 再姑娘 再姑娘你发现了吗 我们的事不用你管 富人之剑 富人之剑哪 王阳明 今儿我把话放在这儿 只要你还活着 刘瑾他就会吃不香睡不安 因为咱们有一个天马行空的皇上 谁知道他哪天脑子一发热就想起了你这个讨人闲的老师了 随便照你去问几句话 刘瑾他不会感到危险了 所以他一直想杀了你 而我一直在救你 你不去想办法怎么治刘瑾 这非要和我弄个你死我活的 你也太笨了 王阳明 他说的有点道理 这副刘瑾你有什么好主意 只要把这个打开 我保证在三个月之内 把刘瑾的人头高悬在京师的城头上 王阳明 既然王妃已经走了 难道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划不开的恩怨呢 朱强啊 虽然你一副蛇蟹心肠 可你对我师妹也算是真心 我王阳明不是个不通情打理的人 以前是我看错你了 我说你除了帮我梳头 是不是还能帮我干点别的事 你岂兵谋反 荼毒天下百姓 你我之间绝对不是私人人缘 你懂吗 王阳明 王阳明 我最后求你一件事情 我会设法养育好你的孩子 不 我要你杀了他们 自古以来承王败寇 我自己肃亡果命 那他们已经没有活着的理由了 咱们朋友一场 第一人一场 第一人一场 他们已经没有活着的理由了 咱们朋友一场 他们也彼此不识敬重 所以 我请你亲自下手 杀了我的两个孩子 我不想别人的脏手碰他们 我求你 答应我好吗 我不想让别人 玷污我的孩子 你答应我好吗 你答应我好吗 我去 秦公公 圣上口谕 赶南巡抚王阳明 即刻将反王朱陈豪放回江西 不得有误 钦此 陈明子 秦公公 这条口谕从哪来 当然是皇上亲口说的 这道旨意万万行不得 先生是想抗旨 我这个做奴才的可不敢 要是遵旨行事 日后刘景他们一旦追究 释放反贼的罪者 你我两人谁也躲不够 这灭族的大罪 那现在要是不放人 不已经抗旨了吗 万岁爷让放人 刘景要追究 就让他追究万岁爷去 我们遵旨行事 何罪之有啊 杨明先生 您就别吓唬我了 秦公公现在传的是皇上的口译 对吧 对啊 这到时候一旦对峙起来 我们拿什么来洗头罪名 难道要把皇上当作证人 传到刑部来了 你再想想 你平时和刘景 有什么过节没有 这可老不死的 我还以为他变成好人了 杨明先生 杨明先生 您别走来走去的了 现在放宁王是死 不放宁王 我们也是死 该怎么办呢 我有一句可以救咱们两性命 先生 您快说呀 咱们昼夜金城 走小路直奔南京 到了南京之后 咱们就把朱审豪放入欧城之中 等皇上的大军到了南京 亲手将宁王拿获 不就行了 咱们也就相安无事了 好好好 不过皇上的口语 是要把宁王放回江西呀 这没关系 等一到了南京之后 我就马上上咒给皇上 咒章上说 宁王已经攻陷南京 朝廷的官兵正在全力抵抗 服望皇帝陛下早日驾宁南京 一局荡平逆贼 陛下驾宁之日 才是天下太平之时 十万活地 兼军太监陈吉祥 甘难驯抚王阳明锦奏 妙 此计甚妙 那我们就赶紧上路吧 走吧 你们看好秋冲 走 齐公公 别来无恙啊 怎么 你想拿我去讨好诸后赵 我诸诚豪的万金之躯 怎么能如此地受屈辱 杨明先生 林题 我可 is 给你出了个小小的难题 不过以你的聪明才智 你会有办法的 我自己的王妃 用我自己去照顾她 我自己的王妃 我自己的王妃 和我自己的王妃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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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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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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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